人类活在真实世界的概率不到11分之一 这是马斯克最新得出的研究结果 而这部23年前的科幻片早已做了惊人的预言 影片中提出了一个让无数科学家都为之站立的宇宙概念 除了平行宇宙 我们的宇宙还很可能是向上向下无限延伸 甚至后来的《盗梦空间》和原代码都借鉴了这个设定 科学家霍尔拥有堪比爱因斯坦的智商 可此刻他却宁愿从没有拥有过这样的智慧 霍尔创造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虚拟世界 可在研究中却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真相 他将写有线索的信件交给了九宝 让他转交给自己的好友道格 然而他前脚刚走 九宝就拆开了信件 第二天早上 照常醒来的道格突然发现 自己的衣服上竟然沾满了血液 可他根本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此时警察局打来电话 霍尔昨晚已经遇害 而现在种种线索却指向了道格 最关键的一点是 霍尔突然改变了遗嘱 将本来计划转给道格的公司控制权 转让给了自己的女儿真一 道格觉得不可思议 自己跟随霍尔多年 却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自己有个女儿 而真一接手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关闭他们研究了十年的系统 整个事情处处透着诡异 道格翻看通话记录发现 霍尔在虚拟世界给自己留下了一条重要的信息 于是他便迫不及待地登陆上了系统 此时的他根本没想到 这次连接会带来多大的危机 这个世界是处于1937年的洛杉矶 整个城市一片繁华 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类 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虚拟生命 可当他兴致勃勃地找到九宝时 九宝却失口否认霍尔留下过信息 此时连接时间已经达到预知 道格被迫强制下线 然而九宝这边就看出了不对 而刚回到现实世界的道格遭到了警察的抓捕 原来霍尔遇害的那晚 酒吧老板看到了道格出现在现场 可他在向警察举报后 随即就遭到了灭口 这下道格百口莫辩 记忆中似乎真的和酒吧老板发生过冲突 但之后的事情就怎么也回想不起来 就在道格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人格分裂时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将他保释了出来 竟然是霍尔的女儿 看着这美丽的女人 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出现在道格的心头 似乎两人已经认识很久了 滚完床单后 道格再次进入了虚拟世界 他找到了霍尔的同位体 虽然霍尔已经死去 但一次次的连接 让同位体也留有了一些模糊的记忆 这位老人也察觉到自己身边 似乎经常出现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在道格的引导下 老人终于回忆起自己 确实将一封重要的信件交给了九宝 在道格的逼问下 九宝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信息 那封信上竟然告诉九宝 他们所处的是个虚拟世界 道格不明白 为什么霍尔要留下这个信息 不然九宝一个抱起将他扑进了身后的泳池 随后狠狠地压到了水下 眼看道格就要命丧当场 下一秒意识就回到了现实世界中 原来是同事安迪察觉不对将他拉了回来 虚拟世界中的人类如果知道自己不是真实的会怎么样 道格根本不敢想象 也许想要关闭系统的珍妮早就料到这一切 他赶忙来到珍妮入住的酒店 可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而警长老黑突然出现 他告诉道格 经过调查霍尔根本没有女儿 联想到一切的道格突然得到了一个让他浑身冰冷的真相 在他的多方打探下终于在一家超市找到了珍妮 尽管身材样貌没有改变 可他知道 眼前的女人根本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人 此时的道格终于明白了一切 他开车走上了出城的道路 就像当初的酒保一样 冲破所有路障 终于来到了世界的尽头 原来所谓的现实 也不过是个虚拟世界而已 珍妮再次来到了道格面前 告诉了他一切的真相 原来他的丈夫大卫创造了无数虚拟世界 但对于下层世界的人来说 上层世界的人就仿佛神一般的存在 大卫就沉迷在这种生杀与夺的欲望中 经常来下层世界享受杀戮的快感 如今甚至连珍妮都想干掉 因为他发现珍妮已经爱上了自己的同位体 也就是道格解开心结的两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然而就在两人翻云覆雨的时候 同时安迪忍耐不住进入了虚拟世界 可他刚进入就发现自己正在行驶的车上 意识慌乱下撞上了旁边的障碍 原来安迪的同位体正是酒保 过来检查的警察发现了后备箱里有动静 打开一看里面正绑着道格的同位体 安迪慌乱中被一辆迎面驶来的货车撞飞 他的意识回到了上层世界 可公司的保安发现了安迪的行动变得非常怪异 于是赶忙报告给了道格 等道格赶回公司时才发现不对 道格满脸的不可思议 酒保因为来到现实世界而兴奋不已 不过道格随即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好容易来到现实世界 结果也是个假象 酒保简直要疯了 可即便如此他还是要见到自己的母体 道格只好带他进入机房 可就在这时道格双目中泛起电流般的蓝光 大卫已经接管了道格的身体 酒保正在感叹自己出生的地方 转眼就被大卫一枪干掉 随即大卫就找上了珍妮 就在这最后关头 一声枪响出现在他身后 原来珍妮早已经将真相告诉给了警长老黑 而此时的真实世界中 床上的道格猛然惊醒 不远处那个美丽的女人正向他走来 这里是2024年的未来世界 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美好 然而影片的最后一秒